咱们跟马先生好好聊聊 马先生我想问问你 就现在的马爷了 你是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岁数越大 越倾向于保守 那肯定是 那这个人都是这样 他生理决定的 心力没了 我们一般来说知道体力下降 但一般人不会认为心力下降 心也是有力量的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那想的事都多 想的事都大 是吧 我后来我回顾 我走过来这几十年 我想的最狂的时候是十几岁 你比方说 我问你一问题 我估摸着 你现在对这个 比如说要是安乐死立法 我同意 这你同意 这你倒不保守 对 我觉得一定让人有尊严的选择死 有尊严的 这是我的 因为我见过 我从小医院长大 我爹 我从小在医院里长大 所以见过 对 见过生老病死 你看我爹 我爹算起来都应该算是安乐死 就是他得癌症 他那人不怕死 他得了癌症以后 他跟医生就正面的谈 那医生说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看癌症 真正患了这个癌症的人 跟我正面去交谈这个事的人 你是第二个人 就是说大部分人是回避的 而且很多人还家长 不要告诉我 他就让最后呢 他在最后的时间内呢 就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因为我不懂 我不知道 我就说 他开始上肚冷丁 就是开始止痛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现在不是疼的问题 他说是非常难受 他说你不懂 他说人到了癌细胞扩散的时候 你没一处是舒服的 没有一分钟是舒服的 疼呢 不是疼 是不舒服 很难过 他说告诉我不是疼 疼现在就是说 那只疼 现在只疼的办法 各种药有的是 他不是你疼了 你就没事了 你不疼了 但是你很难过 你说不上来的难过 他说这是你说不出来的 然后他说我不想治疗了 然后我说这是你的决定吗 因为我是长子他跟我说 他说是 然后我就找医生去了 那时候你多大 我想这是我四十几岁 四十几岁 然后我就找医生 我说第一我想问 有没有可能奇迹发生 就是这个事有没有可能逆转 医生说没有可能 我说他现在维持这个状况 能活多久 他说半年八个月不一定 我说他是每天这么大两瓶子 那种奶黄色的那种浓浓的东西 全打进去 就维持他生命 但是不治病 然后我说要摘了 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摘了 他说十天半个月都说不清楚 然后后来我就说那就摘了 就不再去灌这个东西 他说他跟我说 我爹跟我说 说我这么下去 最后就会成皮包骨 所有人都会为此连累 他说包括我自己都会不是那个样子 他因为他在医院里 我爹是管医院的 他知道这事 他说没有任何好处 他说我决定放弃治疗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以后第四天 最后等于是给他打了睡眠的药 然后可能包括止疼的药同时打 他就很快就过去了 放弃 就等于拔了管子 所有的把管子都拔掉 要不然你人在法律上讲得通吗 讲得通了 我放弃治疗 你今天可以在医院里放弃治疗 你不需要打那营养素 那东西是不治病的 那不就是说可以吗 放弃治疗就等于变相安乐死 对不他还有一个 对对就是变相的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跟西方制度上有一个不同 就是你病人 就是家属必须要付费 你放弃治疗 前提是你不付费了 如果他他那个巨额的费给你支着 他肯定不干 他就不给你上了 你觉得就是 他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是费用不跟你家属谈的 他是跟保险公司谈的 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 半夜里 我们就能见着那种情况 实际上是家属已经拖不起了 你知道吗 拖不起 就是说叫医生 说医生你看 那心跳已经30了 已经30了 赶快拔管子吧 赶快拔管子 后来医生说 你想拔管子就拔管子 他还活着呢 这个人还活着 我就听见 说这个人还活着呢 说你看 心跳待会又上来了 说这家里人 就一屋子人 就打电话 拿衣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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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管子不行 实际你就知道 是他家属 耗不起了 就等着 但是医生说 你这杀人呢 我怎么能把管子呢 就会有这种争论 所以安乐斯在中国 很复杂的 对 很复杂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什么为死 今天的医学上的 我们在法律里 脑死我们 现在我们并不认为 脑死亡是死 为什么 现在医院里 大量的脑死亡的人 还在维持着 甚至维持十年以上 是吗 对 就脑死亡了 回天无数 那么西方人 现在把脑死亡 作为死亡的 就是最终极判断 就是你脑死亡 不可以回天了 你没有呼吸了 没有心跳了 你都可能再度有 有人 我看那个极限的 就是超过50多分钟的 心跳都没有 最终又启动了 对 关键脑死亡呢 脑死为什么有些人 愿意让他维持着呢 这涉及到一个 社会制度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 是凡是公费的 高额的 能活着领取 很多很多待遇的 因为有很多 这个植物高的人呢 他一旦去世了以后 他所有待遇相对 就就就就没了 那么他就愿意维持着 你看巴金当时 就说了一句话 巴金97岁98岁 进病房 他说从此以后 我就是为你们活着了 就是他就从那以后 就人事不知 中国文学百年 对 无量如何要维持 对 所有人都希望维持他 过百岁 变成一个荣誉 所以他从97还是98 我记不住了 他就是又多活了几年 然后最后就肯定是不行 所以这个死亡线上 伦理后面很多 对 经济原因 对 经济政治原因 所以现在就有 医学伦理的这种研究 所以你说医学伦理 为什么我就问他 就是思想保守不保守 为什么有这疑问 因为我记得 我们曾经有一次 他看咱们的节目 讲活熊取胆的时候 他就说你们聊的不够深 他说我觉得可以往哪聊 说现在的人体器官移植 可后来我一问他 我说你对人体器官移植 你怎么看 他说这是不合伦理的 这事他反对 你看他支持安乐死 但他反对人体器官移植 安乐死是自我选择 你移植别人的器官 这个器官首先是别人的 对不对 不是你自己的 这涉及到巨大的伦理问题 那捐献呢 捐献可以 对 你作为捐献一个器官 因为所有的伦理都是要打破一个口子 才可能改变伦理的走向 你捐献是你个人的行为 对不对 是捐献者的一个行为 是一个无私或者是一个善行 并不一定是所有捐献的东西都一定是好的 善行可以做出恶果来 这是历史上都有证明的 但是这是后一步的事情 对对 是后一步的 我们再简单的做一个比喻 我们大量的善行会导致社会制度的不完善 就因为你善行在前了 会使他应该建立的制度缓行 你没有善行的时候 有的优良的制度就会迅速建立来救济这个社会 如果你完全靠一个善行的话 那么这个制度就不产生 这个就不产生 我们今天不去探讨这个问题 先探讨这个器官 一旦你允许个人去捐赠 就是捐赠 这个捐赠 现在目前我们是要求人的遗体捐赠 是吧 你先签一个什么文件 你突然的出现什么问题 你身上的东西可以依法给取走 是你的意愿 这是一种 马上就延续到活人的捐献 对不对 有人说我活着 我俩身 我这个卖一个 所以那天咱们说 你这最近小孩啊 十几岁的小孩 要买这个iPad 那天咱说清明节 烧纸的 要烧iPhone 烧iPad 那天那小孩 为了买一个iPad 把肾卖了 你说 而且呢 这个你在医学上是不允许的吧 但是全套的社会都支持这个事 为什么支持事呢 第一个前提 先支持遗体的捐献 第二个事就是活体的捐献 活体的捐献呢 他允许过去是允许在一个亲租关系之内 无利益关系之内的是可以 但是谁去辨别这事呢 这孩子出来找一中间人 你知道就是他们有这个数字啊 就是说 说中国的每百万人口里面器官的这个捐赠率啊 我还看了一下 像英国呀 美国呀 这都有百分之十几 甚至是百分之二十几 那么高的一个捐赠率 中国是多少 就百万人口里边 0.03 可是这么低吧 可是呢 每年说中国做的这个手术啊 上万例 特多 你知道过去 那就是说是活人捐献的 就是设计 设计到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有哪来的器官 有买卖 有些人肾不就给摘了吗 前一阵不是东莞有一个吗 最后这个东莞警方就是破案嘛 就是因为很紧张 他说的这个故事跟电影里一样 我醒过来 发现身上多了两万块钱 然后就这一口子 然后缝合的 非常专业 可是东莞警方破案 最后他说了实话 他撒谎了 是他自己卖的 他他卖完后悔了 卖完后悔了 或者先欠少 或者是后遗症啊 这个比较严重啊 他他自己卖 所以你在中国 你要防着这个事 就早以前呢 外界就有这种偏见的 还是什么 咱不知道 菲律宾 包括中国 说都有一个这种地下的 甚至国外那些阔老们 管这个叫器官旅游 你知道吗 到这来一趟 这就自然就有这个线的 中介 就哗哗哗联系好了 就给你把器官换了 就走人 但我觉得这两者要分开 就是说 虽然后面有怀门邪道 有活人 这个不仅违反道德 可能也有犯法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个来否认 就是说 自愿的这种捐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道 我父亲就是这样 我父亲就是 他父亲也是医院长 我父亲是医院院长 做了几十年的医生 他一再说 他愿意 他还签 他一再说 他愿意就是说 死了以后呢 但是后来没有实现 家里的人都觉得不好 所以等他去世了以后 其实并没有实现这一条 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赶回去 他们已经是决定没有了 但是他自己亲口说过很多次 因为他是医生 而且他一辈子 他不在乎 宣传 不是不在乎 他愿意 愿意 他觉得这样 他死得有其所 他觉得值 就是我老了 我死了吗 我已经对社会没有了 但是我如果我身上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话 徐老师 那我问你 就说你父亲这个 假设说求之不得 这是非常罕见的资源 那么给谁呢 他应该有一套排队轮流的系统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你明白吗 在美国 他是一个 好像我看了一下 一个政府授权的 这么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他来负责统一的资源 最公平的分配 说这有了一个新 这有了一个慎 如何排 给谁 要排队的人多着呢 对吗 这个你这个系统 保证的是公平的分配 你的职务和你的金钱 在这个表上不起作用 对 你得去排队 这是 所以那个乔布斯 就是这个问题 乔布斯在他当地 他就排不上队 他那么大钱 那钱对他是个 不是事 但他就排不上队 后来他的移植 是换了一个州 别人给他各种律师 出主意 说你这事排队 你都排得死 你也没你 没你的事了 所以你必须换一个办法 又利用法律的一个 什么什么 这个空子钻过去 怎么着 跑那边还能排到前面一点 是这么个路子 但最近这个 这个你们讲的是 很理想的情况 最近出现的情况 就不是 这个切尼 原来的副总统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心脏的 这个患的这个手术 他七十多岁了 结果人家就质疑了 就是说第一 他应不应该排到 他好像申请了一年多 他们说他应该排不到 第二他美国呢 他这个心脏移植 因为资源有限 他们一般给五六十岁的 理论上过了七十岁的 就不给的 他们有一套了 但是呢 他就轮到了 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查 就是说跟他原来 副总统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关系 而且你知道 切尼很有名的嘛 打中东 他跟军火集团的关系都很大 他移植了 现在活得挺好 这件事情在调查 美国照样有这样的问题 他就这个也属于延伸出来的伦理范畴 就是你有什么权利比我优先 这个你得说清楚 现在我们觉得公平的 就是第一不考虑钱了 对不对 说是不考虑钱 所以你比如说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你往回倒 倒的最根上是一最简单的事叫线血 线血就算器官移植 脚膜 脚膜他是从低往高走 线血过去说我这还能再生 对不对 你这是能再生的 脚膜是不能再生的 现在脚膜还是死人去捐线 没有人活人捐线脚膜的 是吧 剩下的器官都是不能再生的 我们所以要求是人在故去以后 不管什么原因 把这个器官无偿的 现在都是说无偿 但是你换的时候是有偿的 公开的是有价钱的 他不这器官是没价钱的 但这堂手术是有价钱的 所以他就可以把假钱加在乙钱上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中间人的各种费用 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也能看到的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在短期内 可能占有多次资源 就换过几次 也有的就是因为有这个资源 就提前去换就出了问题 就咱不用说别的 就说大家都熟知的 黄昼先生他在换肾 他要不换他还能多活点 结果他一换他死在手术台上了 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因为占有这资源 肯定是有人给帮这忙 钱对他也不是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确实肾也出了问题了 但是后面的事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说现在器官移植 但是某些器官的移植很成熟了 已经 而且又是说中国的这方面的水平 世界一流的 对 器官移植并不难 难的是后面的事 就是他怎么克服他的排疫 这东西毕竟不是你的 现在有的人要是换完器官以后 要服十年以上的排疫药 就甚至终身的服这个药 所以现在我看有的学者就已经开始 还是呼吁一个要不是很多时候观念问题 就是说每年都有因为排队 就排队当中就去死的 就死了的 这个是学者就说 你在观念上你要接受 就是本身你得了这个绝症 你就是要死的 对吧 那玩意儿只是一个万中无一的一个办法 能等到固然是好 但是很大的概率 你是没有 就是说 就是说你本来就要死的 你不要想不通 非得是不惜一切 不择手段 买也好 但是当然人的心情 你只要 说实在 所以现在世界科剧 实际上世界科技并不支持人体器官 而是支持另外一个 就是克隆人体器官 就是把这个伦理上 我们的伦理上挑战更大 那他现在他总比在给人身上去摘这东西强 就是我能不能利用猪心啊 什么老鼠啊 什么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都克隆出来 然后换到你这上面 那这个上面就解决了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复之复杂 我们都说句实在话 做着说都说不清楚 人与人之间 最后就装一个狼心狗腹 这事就没关系了 对吧 那东西必然不是人的 对吧 他现在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科技啊 有希望啊 反正在老鼠身上已经成了 就是说那个拿你自身的那个干细胞 你自身的干细胞 不是说万能细胞吗 能给你长出一个玩意儿了 是你自个的 这还没有排异反应 你知道吗 这玩意儿要出来了 你说人类是何等的风光 对 咱库里全有 从头到脚 对 他我看到的那个时候的弟弟 没错 不是弟弟 不是弟弟 那玩意儿杀人的 那不是复制人的 复制器官 我说的就是 他那个 小弟弟的 他那个 他老鼠身上啊 弄一耳朵 我看的那图也不是真的假的 我在那个 这个网络上看的 就是培育一个耳朵 比如某个人的耳朵失去了 他培育一个给弄上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 是 是 是给自己给弄出来的 没错 但是从人身上去摘 不管是死人活人 这个我觉得 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 应该极为严格 包括受体 还有什么权利去接受这个 我看到的 因为我看到过一些这些事 人身边经常有人听人家说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 他的母亲 他母亲 时身体特好 突然对癌症跟肝有关 然后他就一下 他就晕了 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从今天起 你所有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你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 为什么呢 我就碰见过这事 就是我爹得了癌症以后 我就发现所有的决定都是错误 为什么 他最终是死了 我们是希望 起死回生 对 所以你怎么治 你都觉得 哎呀 还不如那样呢 因为这事不能是 永远后悔 永远后悔 所以我就告诉他 最后一年多吧 他母亲去世了以后 他跟我说 动了大手术 患了肝 受了无形的各种罪 最后也是活一年 也没多活 所以受了很多罪 你翻过头想 你就想 哎呦 还不如不折腾呢 就维持着 吃点中药 凑合着 还不如这样 真是 真是 你不用去广告了 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伦理问题 就说到底 有个尊严二字 对吧 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是说 人的尊严何在 人类的这个尊严何在 要是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话 我觉得问题还不大 关键是现有的阶级的分别啊 带 已经有了嘛 你吃的好 比我好 你钱比我多 一再带到这个领域 大家就特别敏感 对不对 一排队的时候 你官大 你钱多 你就打尖 你打尖 就增加了我死亡的可能性啊 因为我本来可能排到 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你钱的问题啊 你在剥夺别人的权利啊 这个时候就 你你你 问题肯定比我们想的严重 就是一定是 因为在这上面是你你你死我活 对对对 所以你们想尽一切的不乏手段 一定要加到你想到一个 你想想那个故事反复拍的就Titanic Titanic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 你仔细想想真的非常了不起 他他船上这么多有钱人有地位的人 可是他们到时候走的时候是妇女儿童先走 我在想我们今天社会 我们今天从一个小镇 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地方 一个单位 如果发生一件事情 只有一半的人可以求生 能不能做到妇女儿童先走 那连一半人都得不成 就是多少年前在新疆 那次著名的火灾嘛 喊出的那句著名的话嘛 让领导先走 小学生们烧死了 你知道吗 你说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网易的来讲 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 背后就现实的这个 理论上我们人类的游戏规则是这样 现实当中没办法 你做官的总归生活的比你好 有钱的时候 但是一到这个医院 一到这个伦理的时候 大家应该平等 我跟你说 医院 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是一样 有钱能使 鬼推磨 因为什么 现在我就好像咱有法律规定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买卖 器官买卖 都还规定 就是说 你必须有证明 亲戚 亲情 帮扶 这就是说你你就是找到供体都没用 就是说你得证明确实没有交易 是你们亲戚就是帮他这样 但是这些资料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对对 作假作为医院方面 有钱拿也乐得帮你做 也是救人 你只要谈好了 我们给你做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 所谓器官的犯罪很多 相当非常多 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搞不清楚的 他们说跟犯人有关 我那更复杂 搞清楚 一个姓黄的 一个卫生部副部长 曾经写过一个论文 他是讲有变化 他说前些年 我们的主要的提供是死刑犯 他说但是 自从后来最高法院开始 就对死刑开始慎判 就是谨慎 之后 这方面我们也要控制 要有所减少 但是减少 所以他就在呼吁 建立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 公平资源的这种分配系统 不是盈利色彩的 如果有了供给 那么如何分配 做到公平 我觉得这个太难做了 一定要公平 这个太动摇人心了 他现在问题是 问题是 就是像刚才说的 这个死刑犯的问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度 对 他不许多政治 没有 关键是